祝市錦樂 和大家一起分析重點新聞事況 我是阿祖宗俊昌 見到昨晚夜期曾經升破了15,400點這個關口 算是近期少見那麼好 不過見到今天港股上午高開走低 有些散水味道 雖然下午跌幅收窄 但後市怎麼看呢 還有集敗匯 始終這也是市場焦點 不過好像完結後 又好像沒甚麼特別發生 究竟怎麼看怎麼分析呢 昨晚美股起初升幅也不錯 但最後升幅也是收窄 都滾下來 道指最終升163點 納指升9點 港股其實都是高開走低 中午收報17,781點 都頗厲害 跌成300點 成交差不多600億左右 不過下午見到跌幅是逐步收窄的 市場不同版塊普遍都要跌 新科股和電信設備 還有旅遊版塊跌幅比較明顯 如果中午來計 南向資金 即北水 正買額有16億 但北向資金 即外資買A股 正買額是負27億 即是在沽貨 今次的重點 昨晚中美會談期間 其實美股也一度衝高 夜期最高見過18,429點 在TG Group中 都有提及過 不過如果有聽到的朋友 無論是上個星期或今個星期頭 有聽到的朋友 可能都有拿到貨 我自己也拿了一張大旗 賺了1000點 不過其實看回後面 這個會談結束之後 沒有一個聯合聲明 雖然有一齊散步 根據報導 美方都願意在 持續發展經貿關係 即是氣候變化 禁讀 AI這些領域 加強合作 亦落見 中美兩國增加直行的航班 擴大教育、科技交流的人員來往 不用說了 今天基本上 各大報章 即是內地報章 或媒體 都是大力營造良好氣氛 中美會面是一件非常盛大的事件 簡單來說 是極度正面報導 而外長王毅也強調 三藩市不是終點 應該是新的起點 不過 看到市場 好像是因為未有 這個會面 未有相關個別的產業議題 可以去炒 而且 原本是四個小時的會議 不夠兩個半小時 就結束了 而會後更加有些悄悄的記者 問拜登 有關之前 獨裁者言論的問題 拜登 我覺得他答得 不太令市場滿意 所以 整個大市都出現回圖 不過這樣說 我們可能集中去看港股 然後A股 但如果大家可以按下報價 例如 之前看過的 集拜會會受惠股 波音 代號是BA 又或者看看大豆期貨的價格 其實價格依然還蠻堅挺的 而看看昨天恒指大升 成交也有1349億 即不少投資者甚至機構 都有參與 有追貨 而今天 其實見到整體成交也不低 說明 如果我們用市場的行為去看 不算是一個虛炒 只不過是 短期之內 沒有一個特別的成就 或者成果 是值得大家去關注 或者值得大家去下注去炒作 總體而言 我覺得 應該用一個氣氛友善 保持溝通 各自表述 來概括暫時我們見到的會面 我覺得更加應該去關注的是 甚麼呢 就是接下來的化債 對於處理內房債或問題的做法 包括會否真的出一萬億 出來支持 其實根據報導 其實報導也有些標題檔 不是支持房地產市場 只是做一些推進房地產建設的事情 但總的來說 看到唱會降準 其實都是為化解債務問題 不是做準備 而是在做功夫 所以我半個月前已經不再去做淡內房股 以及在更早前提醒大家 整個中美氣氛的局勢有所改變 其實是一直推進 我想這次集拜會 不是暫時來看 不是有一下子去令到一些事情改變 但是非常好的一個里程碑 消除了疑慮 亦可以繼續幫助吸引外資的工作 今天分析暫時到這裏 時間比較有限 不好意思 希望繼續可以抽時間和精神 幫大家做一些分析事況的工作 大家可以讚好這條影片給支持和鼓勵 如果有問題或建議可以在下面留言 今天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 拜拜